聽他們這樣講 我覺得好可怕 因為我曾經也是這樣過 因為我那時候 剛結婚的時候 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嫁給我老公 真的不可能沒有壓力 就是各方面的壓力都有 然後那陣子就是都睡不好 然後有一陣子就突然 就是整個胃常常就是會脹 然後因為我就想說 脹可能是我吃的不對 那時候我都會這樣想 因為一開始胃脹氣 就想說是不是吃的食物不對 對 所以你會脹氣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脹氣我就吃腸胃藥 所以我那時候就吃了 一個禮拜的腸胃藥 然後吃完之後就有減輕一點 可是隔天就又來了 然後後來又開始發現 它會空膜 就是譬如說我吃飽了 然後它就吃飽了沒多久 它又開始膜 又很像肚子餓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我才剛吃飽 怎麼又餓了 所以那陣子 我就是一直暴飲暴食 食量非常大 然後就突然變很胖 然後我老公說 你這樣不對很怪 因為你怎麼食量突然變那麼大 而且我比他還大 我一餐可以吃兩個便當 對 我可以吃到兩個便當 而且我吃完之後還覺得肚子餓 就是沒有飽足的感覺 可是像你這種女生很多啊 沒有 可是我食量本來很小 我的食量本來是一半的便當而已 不是從小就是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對 然後就一直磨 後來我老公說你該去檢查 人家好像不太對勁 後來我去檢查之後 就照那個胃鏡 結果後來發現 結果還滿嚴重 因為已經有好幾個洞 可是胃潰癢應該是不想吃 會一直想吃喔 變成很像胃糊糊 就是好像一直空轉 滾咬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好像沒吃飽 又好又餓了 所以餓也痛 飽也痛 對 然後脹氣會痛到 你整個這邊很硬 然後會覺得整個冒冷汗不舒服 這種胃潰癢不去治的話 也會造成癌症嗎 胃潰癢假如不治 當然它有可能是癌症 所產生的一個潰癢 所以我們下去看的話 假如真的潰癢 旁邊怪怪就會做切片 確定一下是良性的潰癢 還是說是壞的潰癢 所謂良性潰癢是怎麼造成的 去飲食嗎 我們最多的造成良性潰癢 兩個原因 一個是 第二個是壓力 壓力 真的 壓力 那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是的 是的